这个男人名叫周子恒 是生产队的一名大夫 不仅人长得帅气 而且还是十里八村的老好人 几年前因家里太穷 媳妇为了帮他减轻负担 于是丢下两个孩子跟人跑路了 从此带着两个孩子过起了单亲家庭 由于为人老实善良 因此获得了不少女人的方性 平时没事就把脏衣服往河边一扔 接着就有好多女人抢着帮他洗 因为他实在是太招人稀罕了 夏博士啊 来 把他酱给我 其中这位金寡妇暗恋老周已久 就连旁边的老爷们看了都羡慕不 还是你有人缘 什么他有人缘啊 是他呀 没有老婆 宪法也没有规定 非得女人洗衣服啊 夏博士啊 你家杨白啊 可真有福气 同样都是男人这差距也太大了 这时所有女人都开始夸起了夏博士 都夸她知道心疼自己的老婆 洗衣做饭全是她一个人 老婆从来都是五指不沾阳春水 可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在了老周的心里 原来老周跟杨白是青梅竹马 俩人在高中时就私定了终身 大学毕业后 老周就带着杨白回家见母亲 想在母亲的祝福下跟杨白结婚 可母亲得知杨白是个唱戏的 死活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杨白哪不好啊 我爱他 我求你了妈 为此还用母子关系逼迫他们分手 就这样原本一对恩爱的鸳鸯被母亲给拆散了 事后老周在母亲的安排下去了别的女人 而杨白嫁给了村里的知识分子老夏 没成想这老夏是个小趴菜 自从生了女儿之后老夏身体就不行了 虽然跟杨白结婚多年 可一次都没满足过妻子 而杨白也从未感受过真正的女人是啥滋味 虽然生了一个女儿 可她一直是个半成品的女人 时间长了夫妻便开始分床睡 虽然事情过去多年 可老周心里一直惦记着杨白 为了能让杨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他每天都在为老夏研究配方 这天老周像往常一样去找老夏 不料一进门就看到了杨白正在唱戏 这场面可把他看傻眼了 杨白回头一看是老周 他随手拿起一块毛巾披在了身上 老周简单说了几句就要离开 这时杨白突然追了上去 临走老周还不忘批评杨白 说他大白天穿个大裤衩子在家里也就算了 还绝着个大定跳舞也不插门 幸亏是我来了 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 说话功夫老周看到他给老夏配的药酒喝完了 于是就主动上前再给老夏弄点 可被杨白给拒绝了 还说吃再多的药都不管用 这么多年连个流程都走不了 除了弄我一脸的唾沫星子以外 啥事都干不了 老周听了也很是心疼 随后老周便离开了 这天暗恋老周的金寡妇到诊所找他 进屋就把一罐咸菜给了他 老周看了也没拒绝 不难看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老周为了回报金寡妇 于是拿了两盒山楂丸给他孩子吃 可山楂丸也给了 金寡妇还是赖着不走 什么 还有事 你说吧 说吧 说吧 我想要点那个避孕套 就说出来吧 这有什么还说不出来的 老周听了急忙拿了几个保护套给了他 金寡妇还特意嘱咐这是千万别说出去 毕竟自己是出了名的寡妇 让人知道影响不好 村里的几个小年轻让我要的 你可千万别说出去 不管谁用 这都是好事啊 那我跟谁用啊 我跟你用啊 这天老周带女儿去女澡堂洗澡 到门口就让里面的姐姐帮忙给他女儿洗一下 老周听了当场脸都红了 就连旁边看门的大爷听了都害臊 恰好等到金寡妇也来洗澡 于是金寡妇带着孩子进了澡堂 就在这时突然有个男人出现 只见他鬼鬼祟祟跑到了澡堂后面 没多大功夫 澡堂就传来抓流氓的声音 老周听到急忙去追 此时看门大爷把保卫科的人也叫了过来 这场面别提有多热闹 这边的流氓也被老周给抓住了 上去就给了流氓几个飘飘卷 老周一边打还不忘跟男人探讨里面的好不好看 他们都用了什么牌子的洗发水 就在老周让他转过身来时 老周看着眼前的男人傻眼 就这样抓住又让他给放了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老周又为何这么拼命维护他呢 这边保卫科的人也赶了过来 上来就把老周当流氓要抓他 多亏看门大爷出来解围才没把事情闹大 可保卫科的人还是不相信 说着就要带他回去见领导 有话咱到保卫科说去 而老周的事情也惊动了全村的妇女 都纷纷出来替老周打抱不平 最后领导过来才事情给解决了 事后杨白还亲自过来看望老周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彼此都把过去的那段感情埋藏在心底 次日老夏怀着愧疚的心找到老周 不料老周见面就想揍他 要不是看在杨白的份上 早就把你送保卫科了 而老夏也开始了他的苦情戏 他当场跪谢老周没有把他供出来 老周也知道老夏的身体有毛病 结婚这么多年 男人该干的那件事 他一次没干成 还被妻子扣上了小趴菜跟软男的光荣称号 一直没尝过做个真正男人是啥自卫 他也担心杨白迟早会给自己戴绿帽 而老周为了杨白这些年 他没少给老夏研究配方 可这么多年却不见好转 老夏表示自己之所以去澡堂偷看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鼓励一下自己的小鸟 让他尽早地支冷起来 不然要进入冬眠模式就彻底报废了 老周听了也十分同情他 还安慰老夏以后不用去偷看 你的病我会继续想办法 就算为了杨白也要给你治好 次日老周来到山上为老夏采药 不料被上山砍柴的金寡妇看到了 于是上来就跟老周打招呼 结果老周挖的草药被金寡妇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不是撞羊草吗 周大夫你不到40岁就 可别瞎说话 接着金寡妇还帮老周一气采药 聊天中就问老周这玩意好不好使 你说这撞羊草好使不 可老周表示自己没用过不知道 我一个光棍可不敢乱吃 就算吃了也是有劲没处使 你说这夏拨是不好使啊 你怎么知道呢 你试过啊 你去你的 要说这金寡妇哪都好 就是这张破嘴说话不把门 老夏的家伙是不好使迟早被他传遍整个村 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所有老爷们 没事要注意身体 定期做个保养 这时金寡妇突然想上厕所 他让老周替他把宝封 干嘛 我要小月 老周一听慌了 他害怕金寡妇一放水把自己冲到河里 谎称自己有事先走了 炒什么呀你 我能吃了你呀 我就那么没有女人窝啊 我也没把你当女人呢 夜里枯萎已久的杨白想要跟老夏切磋一下 不料这个小趴菜倒头就睡着了 正当杨白转身要睡时 突然看到老周从天而降 他急忙回头看了一眼老夏 确定这不是做梦 接着老周走上前要带样白走 而杨白也很配合 他起身把小手伸向了老周 正当他们要离开时 老夏突然醒了 就这样一场春秋大梦给搅黄了 杨白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又做噩梦了 这时老夏也被杨白给惊醒 他知道杨白又做噩梦了 于是就想过去陪陪他 又做噩梦了 要不我过来陪陪你 杨白表示不用了 你过来我做梦不方便 更何况男人该干的事你啥也干不了 过来顶多也就是个摆设 用不了还占地方 老夏也被杨白对得哑口无言 这天老夏为了感谢老周替自己保密 没有把偷看女澡堂的事供出来 他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地招待老周 结果半路杨白突然杀了过来 见面就问老夏 你平时挺抠门一个人 怎么好端端地请老周喝酒 而老夏急忙睁眼说瞎话的编造借口 谎称为了报答老周这些年给自己治病 吃饭当中老夏说起了老周 说他岁数不小 没等老周说完 突然金寡妇跑过来 见面就说他们家窗户被人砸了 接着老周背着女儿就赶到了家 原来是他儿子跟同学打架 为了报复才砸了他们家玻璃 随后老周安排两个孩子去睡觉 而这边的老夏也开始写起了日记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丧失男人的能力 只是面对他的时候无能为力 因为我知道他不爱我 自从老夏偷看了女澡堂后 他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小趴菜 只是看到漂亮的杨白就不行了 这么多年硬是让杨白跟着他守活管 可老夏又离不开杨白 在这里温馨提示所有广大女性朋友 千万不要说自己的男人不行 或许他只是对你不行 做一个男人打死都不能承认自己不行 就算不行也要把流程走完 这边的金寡妇知道老周玻璃被砸了 大半夜跑过来拿着三合板要帮他修窗户 老周表示天太晚了明天再修 可金寡妇这个热心肠开始泛滥了 还亲自上手干了起来 只叫他咔咔咔没几下就给定上了 说实话你真适合当哥们 我就那么没有女人味啊 我说哥们我也没把你当女人呢 原本这活也干了 以为老周接下来要对自己做点啥 结果老周这个大冤种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可我就是女人 不信你试试 这可把老周给整不会了 他急忙对金寡妇说自己对海鲜过敏 尤其是过期的海鲜 那个为我可受不了 正当金寡妇要离开时 恰好遇到回家的杨白 于是就上前跟他打招呼 简单聊了几句后 金寡妇就想让杨白帮自己个忙 我还想麻烦你点事 我看上个人 想请你啊 签文献大叫 其实我不说 你也应该能想得到 谁啊 就是周四恒 金寡妇挺稀罕老周的 可这个二货就是不上钩 杨白开始不愿意帮忙 毕竟自己这么多年还没用过 一个寡妇倒是惦记上了 可架不住金寡妇的软磨硬泡 最终还是答应了 行 那我找机会给他说吧 你别有机会啊 这一万年太久 只称朝夕吧 这么急 不急不行啊 万一被别人抢了呢 这是金寡妇又问杨白海鲜过气了 是啥味道 因为老周一直不把她当女人看 可杨白听了告诉她说 你回家脱了裤子文文就知道了 金寡妇一听好 你的老周看我不收拾你 我想要点避孕套 是村里的几个小年轻让我要的 你可千万别说出去 你忘了我是寡妇啊 这个寡妇暗恋老周已久 有时没事就往老周家里跑 不是送吃就是送喝 平时也没少帮她带孩子 可老周也不知道是身体零件不好使了 还是对她就是没感觉 咱说这老周多少也有点毛病 眼前这么好的金寡妇她不要 人家又贴人又贴钱地照顾她 不但不领情 还不把人家当作女人看 可金寡妇有一颗执着的心 发誓得不到老周事不罢休 于是找到杨白帮忙撮合一下 因为金寡妇知道老周最听杨白的话 杨白看在金寡妇物资匮乏多年 她这一母三分地在不开荒 恐怕就搂不住了 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 都说女人三世如狼四世如虎 在这干大的年龄段子能不着急 我要是老周的话 当场舞荡起步拿下金寡妇 整不好来年还能练得小号出来 次日杨白跑到卫生所找到老周 当场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有人看上你了 让我给他说个没 我那人看上我的人太多了 谁啊 金秀娟 可老周听了明确表示自己对金寡妇没感觉 杨白也知道老周一直惦记着自己 可他如今已是为人妻为人母了 他劝老周娶了金寡妇好好过日子 可老周这个将种说什么也不答应 临走还让杨白给金寡妇烧话 就说以后当哥们相处 杨白回到家就把给老周相亲的事告诉了笑天犬 老夏一听可是乐坏了 他知道老周一直惦记着杨白 这要跟金寡妇成了的话 那么自己就少个竞争对手 这天夜里老周带杨白来到小树林 接着杨白就着急地把老周拉到一片空地 从他们表情不难看出 接下来杨白就要坐双人摇摇车了吧 只要一块硬币就可以 不料他们刚上车还没来得及给油 老夏这个大冤种突然杀了出来 咱说你来就来吧 躲一边悄悄看他不香吗 非要来上一嗓子 杨白 还好只是一场噩梦 在这里源源提醒所有老爷们 即日起要对自己的媳妇好点 否则就算你的帽子还在 谁都不敢保证会不会变色 次日杨白去找金寡妇 结果金寡妇看到杨白就迫不及待地 询问老周杀情况 他说什么你快点说呀你急死我了 可杨白看着他满怀期待的表情 他不忍心告诉他实话 他说其实他对你一直都有好感 真的 只是 真的 金寡妇没等杨白把话说完 就高兴得不行了 心想老娘当了多年的寡妇 这回终于要转正了 大海康星康多少 万路是长高太阳 她说你对我早有好感 对呀我当然对你有好感 而且很好感 金寡妇来到食堂吃饭 远远就看到了心爱的老周也在 他急忙整了一下仪容 面带微笑地咽下两口小唾沫 接着180麦的速度 三步变两步地来到老周旁边坐下吃饭 上来就偷摸给了老周一个咸鸭蛋 老周也大方地拿出来准备吃 不料这一幕被旁边的妇女战友看到了 都用羡慕的眼神看着金寡妇 其中一位大姐带头开始调侃 这可让金寡妇听得心里美滋滋的 接着就把杨白传达的意思 对着老周重复了一遍 他说你对我早有好感 老周一听愣住 转头看了杨白一眼 而杨白也心虚地离开了现场 这下老周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杨白没有把自己的意思给金寡妇传达明白 老周听了也当场承认了对他有好感 当然对你有好感 而且很有好感 那不就结了 但好感归好感 老周表示我对你有好感是因为你善良 但并不代表这就是爱情 我拿你当根本对待 你却反过来想要动我的枪 再说我这杆枪都已经多年不用了 但要早已失效了 更何况我对海鲜过敏这个你是知道的 结果金寡妇一听瞬间不高兴了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我不可能欺骗你 金寡妇对着老周埋怨起了杨白 一定是他耍了自己 老周听了还在极力维护着杨白 杨白他不是那种人啊 金寡妇听了更是火冒三丈 还让他别惦记杨白了人家是有家庭的人 我劝你啊 别再惦记人家 不现实 接着起身看着没心没肺的老周 气得当场饭盆也给摔了 这可把大火给吓坏了 然后气冲冲地离开了 事后老周立马找到杨白 老周觉得杨白这次玩笑开得有点大 别人怎么拿我开串我都无所谓 但是秀娟是好人 有些玩笑开得过头了 伤着人 可杨白听了却说 那你就好好对别人呗 我告诉你我没有误导的 谁让你妹力撕涉呢 随后一个嫦娥奔月就离开了 你们说这是能怪谁 要说这杨白就是和慢性子 有话不直接说完 而金寡妇是的急性子 话没听明白就着急上场 其实也不能怪金寡妇着急 毕竟单身这么多年 连我看得都心疼 我原以为金寡妇从此不再搭理老周了 没成想让我彻底失望了 还厚着脸皮去老周家里主动帮她洗衣服 这个礼拜没有什么仓衣服 谢谢啊 那个大红和小鸟的衣服呢 全洗了我全全洗干净了 那我没见你亮啊 同样都是男人差距怎么这么大 结果又被老周给拒绝了 我就是贱 我就愿意给你洗衣服 我也不怕别人说我贱 自从上次杨白把金寡妇跟老周说没的事搞砸以后 他再次找到老周 杨白一直想要说服他娶了金寡妇 因为金寡妇的确是个好女人 可老周这个将众就是不愿意 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把她当哥们 老周也承认金寡妇是个好女人 我知道秀娟是个好女人 并且在外人看来 我要跟秀娟要不走到一起 全国人民都想不通 而杨白又何尝不知道老周的心思呢 毕竟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不料这一幕被金寡妇看到 手里还提着两瓶罐头给老周 看到他们后就生气地离开了 原本上次的事就让他对杨白怀恨在心 这边的杨白还在苦口婆心地劝说老周 可是你确实应该找个老婆了 你去跟秀娟你会幸福的 可老周就是油言不尽 你只想他跟我 我跟他呢 我不爱他 这一番话感动的杨白眼泪都要出来了 或许爱情就是这样 你喜欢的吧 人家不喜欢你 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 为了避免这尴尬的场面 杨白起身就要离开 林总还是劝他不要错过了金寡妇 错过一次了 这也不够吗 不料杨白刚走 就看到了笑天犬从门口路过 次日金寡妇再次来帮老周洗衣服 可老周还是拒绝了金寡妇的好意 我到河边洗衣服 都洗了都写洗了 我说周自衡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来 我什么时候见你自己洗过衣服啊 看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 有愿意给我洗衣服的吗 如果有的话 我会拼命对你好 让你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有的话记得评论区说出你愿意 可老周这个大冤重 硬是看不上金寡妇 我就是贱 我就愿意给你洗衣服 我也不怕别人说我贱 我就屁你周自衡的心啊 是铁打的 吃了闭门羹的金寡妇 无奈的来到河边洗衣服 因为得不到老周 每天都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旁边的姐妹看到她这表情开始调侃 诶 周大夫来了 金寡妇一听老周来了 急忙起身回头看 不料一个回头看到了杨白 从来五指不沾阳春水的杨白 突然来洗衣服 这让大家很是好奇 因为平时都是老下洗 随后杨白来到金寡妇旁边准备洗衣服 结果金寡妇看到的全是老周的衣服 心想自己厚着脸皮给她洗她不让 原来是想杨白给她洗 这换做谁能不生气 她一边洗 一边故意见了杨白一身水 接着就生气地离开了 此时杨白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 可她何尝又不知道金寡妇的心情呢 随后金寡妇找到老周 周大夫的眼光是越来越高了嘛 连洗衣服都挑人了 要说这金寡妇也是 天下男人千千万 这个大冤种不行咱就换 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不行就来做我的小公主吧 我能把你宠上天 这天杨白拿出唱机准备听戏时 突然发现唱机坏掉了 这唱机原本就是借用老周的 于是就抱着唱机准备还给他 老周见状急忙上前帮忙 不料帮忙的方位好像整错了 经过老周的一顿摩擦 这让杨白瞬间有了出电的感觉 老周也急忙收枪归队 老周说坏了就坏了 大不了再买个新的 这时杨白对老周发起了灵魂讨问 你对我那么好 能告诉我原因吗 要说这老周也是个花花公子 经过大脑的高速运转 睁眼说瞎话张嘴就来 因为我是你的铁杆戏名呀 我又是老夏的朋友 不提笑天犬还没事 杨白听了瞬间变了一张脸 接着杨白跟老周提出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件事情 那个偷看女澡堂的人是谁 原来昨天杨白在排练室 意外发现老夏偷偷跑去 女澡堂那里订窗户 你说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杨白就怀疑一直偷看澡堂的人是老夏 可老周当初答应了 要为老夏死守这个秘密 就算枪口对着脑袋 也不能出卖老夏 老周面对杨白只能胡编乱造 可杨白明显不相信他的话 那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于是就对杨白说了违背良心的话 绝不是老夏 原本老周以为只要不是老夏 他会高兴 不料杨白反而哭了起来 看着杨白委屈的小眼泪 这滚烫的小泪珠全砸在了我的心里 这时杨白的记忆瞬间回到了以前 此时杨白多么希望那个人就是老夏 这样他就可以结束这段不幸福的婚姻 你为什么要回到这儿 以前折磨我折磨得还不够 还想折磨我一辈子 我过得一点都不行 我想你 看着这对苦命鸳鸯鼠是有点揪心 我想说的是 实在不行我去给你们买车票 收拾一下私奔吧 虽然老周对杨白保证了不是老夏 可杨白心里还是有点不相信 临走还顺手 带走了老周的脏衣服 接着就来到河边去洗 结果再次碰到了金寡妇 俗话说女人何必为难女人呢 金寡妇看着全是老周的衣服 这次真的忍不下去了 你们说他们会不会相互抓着头发干一脚 夏博士 长点精神头 把门啊 看紧点 金宿娟你什么意思 这天杨白被领导叫过来问话 我收到一封检举信 原来是有人举报他跟老周关系密切 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 可杨白听了一口否认 表示他们只是普通朋友 有了困难互相帮个忙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组织上不要追究这件事情 处理我了 领导也听出了杨白是在袒护老周 于是就给他狠狠上了一课 杨白听了也表示以后一定会注意 我看你啊 接受组织批评的态度呢 倒还是挺好的 行了那先回去吧 谢谢周恩 事后杨白把此事告诉了老周 谁要这么招人喜欢呢 是你呗 谁让你那么招人喜欢呢 你说秀军 不知道还有什么 不至于吧 而杨白怀疑是金寡妇举报了自己 金寡妇认为他跟老周走不到一起 一定是杨白从中作梗 为了报复才举报了自己 于是就找金寡妇说理去 可二人见面显得格外眼红 走回去 臭表怜 这但凡长得脑袋的都能听出来 这明显是指着桑树骂槐树 杨白虽然骚气但脑子又不笨 他也听出了金寡妇的言外之意 你是不是太过敏了 你才过敏呢 可杨白上来不分红青皂白 开始数过他 金寡妇也被杨白给整蒙圈了 原本金寡妇就对杨白怀恨在心 这次终于找到发泄的机会 于是二人便吵了起来 金寡妇也是什么难听话都敢说 不料他们的吵闹声被嗅觉灵敏的老夏听了 于是急忙过来劝假 可二人越吵越凶 就连隔壁的老周也听到了 老周也急忙来到了现场看热闹 照这剧情发展下去的话 一场大战是在所难免了 就在杨白要准备撸起袖子大干时 被丈夫一把阻止了 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金寡妇继续添油加醋的来了一句 小博士长点精神头 把门啊看紧点 不料他这一句话彻底惹怒了老夏 金宗娟你什么意思 原本憋屈已久的老夏 今天也破天荒地支棱了起来 谁要敢敢侵犯他 我敢跟他对命 你信不信 可杨白觉得两个女人吵架 你一个小牙签凑什么热闹 男人该干的事你一天都没让我享受过 说完杨白就生气地离开了 此时的金寡妇也是一脸的委屈 老周见证急忙或吸你 回过神的老夏也当场给金寡妇赔礼道歉 小卷 我刚才有点激动 别往心里去啊 你老婆是我检举她 可谁都不知道 举报杨白的人正是她的丈夫老夏 因为老夏嫉妒老周跟杨白走得太近 他也知道自己窝囊 可是老夏太爱杨白了 事后老周也亲自找到领导解释 我首先要向组织上做检讨 老周也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反正就是没有一句实话 咱也不知道这睁眼说瞎话的性格随谁 领导也是个老油条 早已听出来这是他提前编好的小作文 于是就试探性地问了老周一句 我听说你以前和他谈过恋爱 老周一听吓坏了 这谁检举吧 我怎么不知道的事 你这事你不能这么瞎说 老夏他们离婚了 我们真的不能这样互相折磨下去 这天杨白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 已经连续几天什么也吃不下 老夏也是跟着肝着急 要不我把自衡叫过来 不用 可杨白嘴上说的不用 其实心里一直在骂老周这个死鬼 也不来看看自己 随后老夏就去通知了老周 而老周得知心爱的杨白生病的消息后 他立马来到了杨白家里 还亲自下厨为杨白做了一碗面 你就说体不体贴吧 而老夏也去了生产队的羊圈干活 因为这里有只母羊即将临棚了 这边的杨白跟老周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杨白把自己最近的症状告诉了老周 他说自己连续几天没胃口吃不下饭 有时呕吐的厉害 就连大姨妈最近也不来串门了 心想自己是不是怀孕了 可老周表示你们不是一直分床睡吗 怎么还能无土栽培啊 莫非是老夏的小手枪对你擦枪走火了 说着杨白又是一阵呕吐 可杨白表示自己实在跟老夏过不下去了 说着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老周急忙拿出手绢给了杨白 也许只有老周能够体会杨白内心的苦 老周也只能把对杨白的爱藏在心里 完事以后老周劝杨白吃饭 不料杨白对着老周开始撒娇了 还主动让老周喂他吃 他一步步逼近老周 从杨白看老周的眼神不难看出 杨白已经口渴的不行了 杨白的举动把老周给整不会了 为了避免干大老周急忙转身躲开 可杨白明显不想放过老周 心想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 也就不要拿自己的冰露水当做百岁山了 于是一脚游上前一把抱住了他 开始老周还在假装矜持 杨白的两只手也找准位置开始拿捏老周 此时的老周瞬间感到全身一阵酥麻 而这边的老周感觉眼皮在跳 殊不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快要被人下手了 而这边的老周也开始不装了 二人看来要开始行动了 此时的老周也察觉到了什么 于是就起身打算回家看看 正当他要骑车回家时 杨卷的老母羊把他喊住了 无奈还是照顾母羊要紧 这边的两个人也到了下一步环节了 杨白把老周拉到床边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接着杨白感到浑身燥热 紧接着让老周帮忙解开扣字 老周也相当配合 咱就说老周这动作就不能快点了 不知道时间几 任务重吗 实在不行用手撕开也行 让急性子的我看着太耽误事了 就这画面我看得都不敢大喘气 生怕惊动了他们 这时老周一个抬头 突然看到了杨白跟老夏的结婚照 这让高速运转的发动机瞬间熄火了 最终还是错过了这次机会 二人也只能来个对对碰 由于太过投入 完全没有察觉到女儿已经回来了 等过了一会杨白才反应过来 他急忙起身跟女儿解释 刚才是头晕了 头有点晕 可孩子都大了 自然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老周也急忙尴尬地离开了 接着杨白继续跟女儿解释 他谎称周叔叔是来给妈妈看病的 不是你看到那样 周叔叔来给妈妈看病 可女儿听了却哭了起来 还吵着要把这件事告诉爸爸 杨白告诉女儿 千万不能让你爸爸知道 妈求你 别告诉你爸好不好 我再也不跟他见面了 老老求求你了 最终在杨白的一顿安慰下 女儿总算平静了下来 杨白处于对老夏的愧疚 还主动给老夏做了饭给他送去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你先吃饭吧 吃完饭再说 杨白原本打算要跟老夏提出离婚的事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今天下午 赵子恒来了 就在这公府老周突然来找老夏 我这时候要去找你呢 杨白说你来了我还不信 杨白看后没打招呼就回家了 接着老夏请老周喝酒 老周心想先喝几口壮壮胆 然后趁着酒进 把他跟杨白的事告诉他 结果酒也喝了 正当要鼓足勇气跟老夏坦白时 老夏突然听到老母羊要下载了 你说就是这么巧 这回肯定是要生了 你说这只大母羊真会挑时候 这老夏也是心够大的 那是一点都不担心自己被绿 可女儿自从看到母亲跟老周的事以后 这个孩子心里埋下了极大的阴影 突然学校也不去了 还挽起了离家出走 急得杨白跟老夏到处寻找孩子 最终在小树林发现了女儿的书包 原来孩子在树下坐着睡着了 就在老夏要带女儿回家时 孩子把他叫住了 他一边看着妈妈一边哭 还是把杨白跟老周的事说了出来 昨天下午 我跟着我妈和周大妈的爸 抱在一起 原以为老夏听了会很生气 你肯定看错 我没看错 是爸那个叫周叔叔过来 给你妈看病 是看病 老夏也知道孩子说的是实话 只是他不愿意接受事实 一气之下拿着孩子出气 杨白看着老夏的故作坚强很是内疚 他急忙劝阻老夏打孩子 杨白也当面承认了他跟老周的事 他没胡说 他就是胡说的 没有 这是真的 晚上杨白主动找老夏聊天 他想结束这段不幸福的婚姻 咱们离婚了 可老夏听到离婚寺的字 头顶的大草原瞬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此时内心的委屈瞬间破防了 他哭得像个刚断奶的孩子一样 仿佛没了杨白他就活不下去了 可杨白自从跟他结婚以后一天都没有爱过他 他们的婚姻如同一张白纸一样纯洁 要说这老夏也是够可怜的 可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老夏明知杨白不爱他 就是霸着不放手 这么多年在杨白面前忍辱负重 只是在利用道德捆绑着杨白 而杨白跟他生活在一起 就像一只被囚禁的小鸟 可老夏说什么也不同意 二人结婚十几年 老夏在杨白面前始终活得很卑微 他也知道杨白不爱他 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组合在一起 终究是一段孽缘 老夏他们离婚嘛 我们真的不能这样互相折磨下去了 我知道你不爱我 但是我有多爱你你知道吗 我爱你却胜过他无数倍你知道吗 如果当初我是他 我宁可为你去死 我也不会因为母亲的相逼而放弃你 老夏也承认自己窝囊 他知道自己没有老周优秀 更何况杨白从来没有爱过老夏 感情的世界就是这么残酷 两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 即便生活在一起也是一种折磨 不料他们的谈话被女儿听到了 女儿在门口哭得稀里哗啦 最终在女儿的逼迫下 杨白只能暂时放弃离婚的念头 接下来杨白该何去何从 妻子三番五次提出离婚 可丈夫就是不同意 杨白每天躲在被窝痛哭流涕 这么多年杨白的心理一直放不下老周 可老夏看着名存失望的婚姻 始终不愿意放手 次日老夏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干活 看着杨娟的一群羊发起了牢骚 睡醒了又吃 什么也不干 除了偶尔干干那事的 老夏说的偶尔干那个事 我想问问大家知道是什么事吗 知道的评论区告诉我 有人问我老夏身体不是有毛病吗 那么孩子怎么来的 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要从老夏跟杨白结婚事说起 当初老夏跟杨白是在政府的安排下参加的相亲 那个年代思想还是比较保守 自由恋爱是绝对不容许 最后在抓究的情况下二人才结合在了一起 杨白也是在跟老周分手后 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才被打入乡下做了知青 可那时杨白心里一直装着老周 杨白又不敢违背政府的决定 就这样两个没有感情的人组建了家庭 二人结婚十几年时间里 杨白只让老夏做了两次男人 杨白也为他生下一儿一女之后 他们从此一直分床睡 就算偶尔过一次夫妻生活 杨白不但不配合 而且像个尸体一样躺在那 你说这换做谁能接受 即便如此老夏依然爱着杨白 与其说老夏爱杨白 不如说他是在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每天夜里老夏看着杨白却做不了核酸 每当老夏憋得不行的时候 他就光着钉出去来上一盆冷水吸 老夏你干什么呀 舒服 太舒服了 由于老夏的小鸟长期不让归巢 慢慢就进入了冬眠模式 老夏之所以身体不行 追灯到底也是拜杨白所赐 因为杨白对老夏根本没有感情 这天老周找到老夏 打算把他跟杨白那天发生的事向他坦白 我是有一个事想要跟你坦白一下 就在鼓足勇气开口说时 小白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 你怎么没上学去 把林姿给我请假了 我今天不去 原本他跟杨白什么都没发生 可三番五次的解释都被错过 或许这就是天意 老周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让小白对他埋下了仇恨的种 随后老周便找借口离开 可是老周刚走 小白也偷偷地跟在老周身后 原来小白请假也是为了看着他 小白知道自己的爸爸窝囊 他也不想因为老周让妈妈抛弃自己的爸爸 老周看着孩子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 心里也是有说不出的难受 他也知道这件事对孩子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别看着孩子年龄小 可他心里什么都懂 心里可是装了不少事 为了阻止这个男人抢走自己的妈妈 于是他做了一件让老周意想不到的事情 直到小白一直跟他到了卫生所 小白突然开口说话了 周叔叔 我想给你介绍个对象 周叔叔 孩子别说了 周叔叔 他就是林姿他妈 金姨 我知道他喜欢你 我妈也知道他喜欢你 看来老周跟金寡妇的事全村都知道 连小孩子都知道金寡妇喜欢他 可老周这么大个人就是不懂事 多好的金寡妇就这样被他错过 咱也不知道导演是怎么安排的 老周也当着孩子面不同意 可小白一心为了能够留住妈妈 他坚持要为老周当个媒人 小白也不顾老周的心情就替他做了主 你点头就算同意了 大人说话可不能不算数 我找金姨去了 接着就跑到河边找到金寡妇 什么 你给我介绍对象 金妇你别笑是真的 可金寡妇听了就当小孩子开玩笑 因为当初杨白已经给他搅黄好几回 金寡妇知道老周惦记杨白 她早已对老周不再抱有希望 你妈妈也曾经开过我这样的玩笑 这边的杨白得知女儿又没去上学 她便来到诊所附近寻找女儿 恰好碰到了老周出来 杨白一见老周急忙掉头就走 因为当初她答应女儿不再跟老周见面 这天领导着急大家开会 原来政府要彻底解散所有知青点 所有人即将返程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 他们在这里的苦日子今天总算熬出了头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别提高兴 然而这也就意味着大家以后要各奔东西了 相聚一起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老周提议大家离别前来一次聚会 就当是给大家的散伙饭 吃饭时左主任一个人喝着闷酒 原来是当天妻子跟他提出了离婚 老周见状上前安慰了一下 从此他也加入了光棍家族 在这里大家记住老左这个男人 之后他做的事情更加龌龊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在这大好日子暂时放他一马 饭后大家开始一起表演节目 这场面当然少不了台柱子杨白的绝活 他为大家演唱了一段国粹京剧 杨白完事又轮到老周 他也献丑为大家唱了一首单身情歌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啊有几堆啊快带我走吧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有几堆啊快带我走吧 我实在不能再忍受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看到这里我也不免有点难过 明明如此相爱的两个人 却只能相望而不能相守 记不清这是第一集也不归 三流的几分真情我会给谁 我才知道我想念的想念的想念的 全是你却留下我自己心碎 我好想逃 却逃不掉 放弃你是最痛苦的煎熬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老周也顺利地当了渤海市的院长 可至今还是单身 或许他的心里一直装着杨白 而小白也变成了大姑娘 如今在一家报社当记者 老周的儿子在他的熏陶下 也成了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这边的金寡妇自己开了一家饭店 这些年也没少赚钱 可至今也是单身 只因心里放不下老周 杨白也成了渤海市金剧团的台柱子 老夏跟杨白一直过着白开水式的生活 这么多年一直把杨白当的女儿一样呵护着 这画面像极了我当时追求我初恋时的样子 可杨白对他还是没有任何感情 加下来他们还会发生什么事 看到这画面我也有几个月没有要了 每天忙着解说都给忘了 今晚说什么也要大战几个回合 多年以后的金寡妇自己开了一家饭店 每天的顾客也是络绎不绝 后来金人介绍她跟当年的左主任结合在了一起 婚后小日子过得也算可以 金寡妇也不要求她有多大本事 没事就让她去后厨打个下手什么的 更何况她除了会扯犊子以外 也没有什么发光点 当年这个老左还惦记过杨白 想用两瓶罐头跟杨白打一针 还好被杨白这个绿茶妹给拒绝了 再说两瓶罐头就想勾欠 这属是多少有点说不过去 金寡妇跟她一起也就图个半 转眼到了金寡妇女儿林子过生日 老夏跟杨白也收到了生日邀请 不料半路老夏突然感到肚子疼得厉害 而公交刚好停到渤海医院门口 于是杨白带老夏过来看医生 就在杨白询问医生的瞬间 不料一个回头看到了熟悉的背影 杨白怎么也没想到 他竟然误打误撞来到了老周的医院 老周现如今是渤海医院的院长 老周也心有灵犀地回头看到了老夏 剧情安排的就是这么巧 于是老周便上前跟他们打招呼 多少年不见了 还这么精神 这也是杨白十几年来第一次正面见到老周 杨白回头看到往日的情人显得有些尴尬 一个城市生活十几年硬是没见过面 转眼他们来到了金寡妇的饭店 见面就给了金寡妇一百 当作给孩子买生日礼物了 那个年代一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 聊天当中林子突然说起了当年的往事 哎 妈 你不是说在干笑的时候 小白还给你张罗了计划对象吗 是不是有这个笑 金寡妇提起这是还一脸的害羞 这让旁边的老夏跟杨白听得很是尴尬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可林子为了等周大鹏迟迟不给上菜 这边老周的儿子大鹏还在加班做着手术 林子由于没有等到大鹏给自己过生日 心情显得很是低落 一个没注意喝的过了头 等金寡妇把女儿弄回家 林子还不断地呼喊大鹏的名字 金寡妇看着单相思的女儿 也是一脸的心疼跟无奈 这场面像急了她当年追求老周的画面 怎么也没想到多年以后 女儿又跟自己一样喜欢上了她的儿子 喜欢的是小白 你怎么就看不出来的你 而大鹏从小喜欢的是小白 曾经发誓这辈子除了小白她谁也不娶 长大后的他们进入了恋爱当中 原本一切都朝着美好的剧情发展 直到小白这天收到一封读者的来信 也因这封信彻底打乱了一切 小白姐姐 您好 我的心里话憋了好久了 今天终于鼓作勇气 要告诉你 今年暑假的时候 爸爸出差了 有一天 我看到妈妈和另一个男人在家里 在家里做那种事 我当时就吓哭了 直到现在都觉得 那是一场噩梦 当她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瞬间把她的记忆拉回了小时候 小白 原来这个女孩跟她的童年 有着相同的经历 这也让小白尘封已久的童年阴影 再次被揭开 这天小白去车站接大学毕业的弟弟 就在这时大鹏也出现在了车站 看到小白也在就上前打招 小白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小鸟啊 接小鸟 原来大鹏早已知道 她的妹妹跟小白的弟弟 坐同一辆火车 只有小白不知道 没过一会大鹏的妹妹小鸟出现了 接着小白的弟弟也走了过来 也一内封信地出现 从此小白对大鹏开始慢慢疏远 她也不想自己的弟弟 跟他们家有任何牵扯 更不准弟弟跟她的妹妹交往 就许你和大鹏哥一起来接战 我和小鸟就不能一起回来 你跟小鸟 一个在沈阳 一个在杭州 怎么坐到一块去的 唉 这不正常嘛 对吧 好事啊 回到家就开始对着弟弟上课 小白表示不同意 他跟小鸟谈恋爱 难道就约我和小鸟谈恋爱 对 我坚决反对你们俩谈恋爱 为什么呀 你以前不是挺喜欢小鸟的吗 但是小杨 你跟小鸟不合适 我再说一遍 我反对 可弟弟也是从小就喜欢小鸟 坚决不同意姐姐的想法 这上一辈的感情还没梳理清楚 没想到下一代接着给续上了 简直就是父母爱情的复制品 夜里金寡妇看着年轻时的照片 陷入了回忆 这时洗漱完的老左爷准备休息 上床就着急要干点啥 可累了一天的金寡妇哪里有这个心情 明天到晚累个半死 怎么还有这份先心啊 还说她尺寸不大应挺大 都这岁数了要干拉大锯吗 老左一听不乐意了 还说这是正常需要 多少时间没做两口子的事了 你得听我考虑考虑吧 金寡妇表示你平时要的还少吗 但凡你能坚持个三分五分的 我也不至于这么反感 每次都跟吃快餐似的有啥意思 这一下把老左给干不会了 可老左体内的毒素长期无法得到释放 他便开始寻找目标 结果就盯上了自家饭店的服务员小米 小米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身材也好 这让老周瞬间有了坏心思 没事就找机会接近他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老夏做饭时突然晕倒了 一家人听到急忙过去查看 就在杨白准备呼叫救护车时 被老夏阻止了 还说只是老毛病犯了 可小白劝说父亲上医院检查一下 老夏觉得不是什么大毛病 休息一下就好 最终在小白的坚持下 把父亲带到了医院 可检查结果 显示老夏身体各项指标都有问题 建议他们去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最好去渤海医院 可老夏明确表示不想去那个大医院 因为那家医院有个他最不想见的老熟人 那就是渤海医院的院长老周 他害怕老周跟杨白再次就情复燃 可小白心疼父亲的身体 不过他的感受直接来到了渤海医院 没想到医院的服务态度很差 转身带着父亲离开 不料刚出来就被大鹏看到了 要说这大鹏看到小白眼睛都直了 简直跟老周一个德性 可小白因为一封信正在慢慢疏远大鹏 还打算过几天跟大鹏提出分手 接着大鹏带老夏亲自做了一次检查 经过大鹏的一番检查后 他劝老夏要住院观察 我觉得你还是留在这观察一番 明天一早啊 咱们做个全身检查 可老夏听了坚持要回家 因为他怕杨白替自己担心 然而等他回家杨白早已睡着 杨白可不担心他的死活 次日一早老夏给全家人擦血 还贴心地为杨白穿好鞋 这么多年老夏在杨白面前 一直扮演着舔狗的角色 这一幕刚好被杨白看到 也就从这天起 小白对母亲有了成见 他觉得母亲根本不关心爸爸的身体 一心只想他的金具事业 而杨白也丝毫不关心丈夫的身体 只是嘱咐儿子陪他一起去 小杨 许小杨陪你爸看病 路上小心点啊 随后老夏独自来到医院 做了全身检查 可检查结果一时半会出不来 大鹏让他先回家等消息 结果这不检查还好 一检查果然出了大问题 这干完晚期 你没看完笑吧 没看完 这谁拍的 夏宝宝 谁的 夏宝宝 老周一听傻眼了 当场联系了所有专家组 过来研究老夏的病情 我周祖鹏 通知专家组所有成员 倒帮不出来 可在场的所有老专家 都确认是肝癌晚期 就是肝癌晚期 没什么希望 大家拿个治疗方案了 自和啊 这个患者还有治疗价值吗 必须有 事后老周想要通知杨白 把老夏的病情告诉他 可拿起电话想了想 还是没打出去 他也不想杨白有太多的担心 不知情的老夏还在为杨白的事业操心 因为前部酒精剧团被解散了 之后杨白调到了话剧团 为了能让杨白当上女一号 老夏每天到处求爷爷 告奶奶的找领导喝酒 结果一口酒下度出事了 在咳嗽当中 伴随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还好及时送到了医院 老周看了老夏的化验单后 立马安排大鹏 给老夏办理住院手续 怎么 老夏一听住院慌了 还在三主妇千万不要告诉杨白 随后小白接到大鹏的消息 赶到了医院 当老周把真实病情告诉小白时 他始终不愿接受这是真的 老周也当场表示 他会竭尽全力救治他的父亲 可小白不相信他 还说他一定是误诊 说着就要带父亲出院回家 我要带我爸回家 省了没病 给你治出病来 无论老周怎么解释他都不信 小白一直认为这是老周故意的 想把父亲置于死地 这样就可以打他妈妈的主命 你才没有骗过我吗 原本小时候的记忆 让他恨透了老周 于是便拿着片子离开了 次日老夏来到医院 询问老周自己的病情 结果老周不在办公室 就在他要离开时 一个回头看到了桌上的化验单 结果上前打开一看傻眼了 看到自己命不久已 瞬间瘫坐在地 随后独自坐在公园发呆 此时老夏的心里心如死灰 没想到自己窝囊了一辈子 不但没有换来杨白对他的爱 反而把命也给搭上了 原来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是真的 这时的小白又开始做死了 他不是赶紧安排父亲住院 而是私自决定去北京找专家 因为小白现在根本不再相信老周说的话 他要去北京大医院 找更权威专家确认父亲的病情 临走大鹏跟他要回片子 先把片子还给我吧 周大鹏告诉我 我是绝对不相信我爸会得那种病的 当他到了北京给专家看了片子以后 肝癌晚期 我爸不可能得那种病的 你父亲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就目前医学水平来讲 无能为力 我是从渤海连夜赶过来的 什么 你是从渤海来的 这不是舍尽求远吗 你们渤海就有一位一流的外科医生 渤海有这样的医生 当然有啊 就连我们医院遇到一些疑难患者 都要请他过来会诊呢 是谁啊 他叫周自恒 是你们渤海医院的副院长 小白听了也认清了现实 这边的老夏也被老周安排到特殊病房 为什么给我换到单人病房啊 单人病房还不好呀 好是好 就是床费太贵了 您住在这儿和普通病房收费是一样的 院长特批的 周院长当这么多年领导 这走后门还是头一次 夏老师 您面子可真够大的了 老周也为老夏的病情着急上火 可老夏到这个时候还在想着杨白 他不想让杨白替自己担心 事后他偷偷跑回了家 还下厨为杨白煲好汤 接下来又开始写起了日记 老天哪 我求求你再给我点时间吧 我并不怕死 可我总得为他做点什么 让他不至于那么快地把我遗忘吧 因为杨白一直有个梦想 那就是有人能为他单独写一个剧本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演员 而老夏一直在为杨白的梦想默默付出 前后推出去的剧本都被领导否定了 老夏想在生命的最后为杨白完成这个梦想 就在这时杨白跟儿子回来了 他急忙把日记藏了起来 而杨白此时对老夏的病情一无所知 一心只想着他的舞台梦 赶紧趁着喝呀 我一点都不饿 演出演这么晚 能不饿吗 这么晚了 谁呀 你都没带到什么 老周得知老夏从医院偷跑了出来 他也急忙开车过来接他回医院 有笑在家呢吗 等下啊 赶紧给我走 司机在这等着 好好好 行行行 那你等着我 你要出门啊 子恒非说要接我回去 说有一个吊瓶没打完 就这功夫杨白不是担心丈夫的身体 还不忘偷看一下门外的老情人 老夏看着杨白的眼神不免有些醋意 都这时候了他还在对杨白隐瞒自己的真实病情 临走还不忘劝儿子照顾好妈妈 就在准备回医院时 老夏突然提出想要去湖边转转 老夏也对老周说起了他的心愿 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不是怕死啊 我是 我是怕留下太多遗憾 再给我点时间 让我为他做点什么 了却我一个心愿呢 老夏我明白 我明白你的心愿 你最大的心愿就是 看到杨白重新站在舞台上 重新站在 话剧团舞台的中央 对吧 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嗯 这个心愿要是了却了 我马上死我都直了 真的 老周也在极力劝解老夏安心养病 而小白在返程的路上 脑海不断浮现小时候的记忆 这让他对老周的仇恨不断加深 我求求你 求求你救救他吧 来 我求求你的 周叔叔 随着老夏的病情不断加重 他似乎看到自己离终点站越来越近 他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想在生命的最后能为杨白做点什么 只为能够换来杨白对自己的一点爱 哪怕是一丝丝的爱他也知足了 老周也十分理解老夏的心情 他也知道老夏一直在为杨白写剧本 于是就侧面鼓励老夏 也因老周的这句话 从此给了老夏创作的动力 自从老夏生病以来 老周每天也是忙得焦头烂额 然而专家组纷纷表示放弃治疗 如果做了肝脏斋除的话 就算手术成功了 那么患者也只能保留五分之一的肝脏 更何况患者能否下得了手术台 还是一个未知数 可患者日后的身体维护 以及保养也极不稳定 我这两次把大家请过来 不是说让你们给患者来宣判死刑的 我要的是治疗方案 这时大鹏突然提出了换肝的想法 既然沙伯伯的肝脏已经毫无价值 倒不如彻底拿掉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考虑换肝 我查过资料了 国外已经有换肝成功的案例 甚至还有换肝成功的 拿死国外 因为那个年代国内还没有换肝的经历 当时也只有国外有过成功的案例 而且人家的设备要比他们先进几十倍 就算手术没问题 那么去哪里寻找匹配的肝源还是个大问题 而且还是活体手术 而且老夏的血液还是世上稀有的熊猫血 这无疑是对手术大大增加了难度 可老周为了治好老夏 最终采取了儿子的意见 打算下一步对老夏进行换肝手术 四恒你可得想好了 风险很大 咱们毕竟没做过呀 我做这个决定了 换肝 夜里老周去病房看望老夏时 老夏早已偷偷跑出了医院 因为他担心家里的杨白不会做饭 再加上自己住院这几天 怕他吃不好喝不好 回家途中还为杨白买了一条鱼 打算回家给妻子补补身体 不料到了家门口发现自己没带钥匙 可是又不敢敲门怕吵到杨白看剧本 无奈坐到楼梯口等待天亮 要说这老夏是让人又爱又恨又心疼 这是外出的小白回来看到了父亲 小白上来开始责怪父亲又逃出医院 大半夜还去给母亲满鱼包汤喝 完全不顾忌自己的身体 爸你说你为了我妈 你不能连命都不要了呀 不就给你妈弄条鱼吗 等小白跟父亲进屋后 杨白却躺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关门轻点啊 你就不能轻点吗 小白看到母亲瞬间火冒三丈 对着母亲就是一顿数落 就为了给你做宵夜 爸连夜从湖边弄得活鱼 没得要是就在门口坐着 都快动成冰棍了 爸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你能不能多少为自己着想 至此小白把父亲的病因 全部抱怨在了母亲身上 因为杨白至今都不知道 老夏得了什么病 要说这杨白心够大的 哪怕是个动物也应该有个了解 不得不说杨白太不自私 而小白爱抚心切失去了理智 除了会抱怨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反而他一个人的举动 弄得一家鸡犬不宁 也伤害了身边最亲的人 杨白此时也意识到了 老夏病得不轻 想要询问女儿父亲的状况 你爸得什么病啊 你是为我爸最亲的人 你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老夏的事情我们暂时放一放 镜头回到金寡妇这里 由于生意太忙 顾不上关心老左 而空虚已久的老左 便和店里的服务员越走越近 为了能够释放体内的毒素 她便给小姑娘灌了爱的迷魂汤 小米啊 经过我的考察和提议 决定任命你为本店的领办 每月的工资啊 从120涨到150 150 小姑娘一听掌工资心里别提多高兴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单纯的小姑娘全然不知即将要被叔叔扎针 老左一看小姑娘上钩了 谢谢左叔 左叔 其实我最近年轻时候 真挺帅的 老左也是趁热打铁 晚上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姑娘家里 想趁着热乎劲没过 就赶紧来跟姑娘勾签练个小号出来 左叔 小米啊 这么晚了 您怎么来了 大哥 想你了 来看看你 这明眼人都知道接下来他要干什么 他上来撅着他那四十码的大嘴扛了起来 也不说人家姑娘今天方不方便 难道就不怕闯了红灯吗 可小姑娘表示你这样做对不起金盈 可老左听了对姑娘说出了心里话 老左表示自己只是想要的孩子 他第一个老婆就是不愿跟他生孩子 所以才立的婚 结果到了金寡妇还是不愿跟他有孩子 接着老左对着姑娘开始卖惨 小米啊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你们听听 这事是可怜不可怜的问题吗 那谁来可怜可怜我 小姑娘表示人家还是单身 可架不住老左的糖衣炮弹 结果老左一个公主抱 把姑娘端了起来 接下来的画面我替你们看了 确实不好看 这边的杨白找到老周打听老夏的病情 老夏怀疑他是肝炎是吗 老周怕杨白担心也就没说实话 可没说几句小白突然出现了 看到母亲跟老周一起说话 他瞬间开始变得敏感起来 你干嘛小白 诶 周叔叔 我求求你救救我爸爸 我都打听好了 只有你才能救他 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老周表示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医治你的父亲 可小白此时被童年的记忆冲昏头了 在他的潜意识里 他认为爸爸得了这种病 一定是母亲跟老周策划好的 等爸爸死了 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了 可小白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呢 于是就用道德绑架 母亲跟老周的关系 而杨白看到情绪失控的女儿 他也觉察到老夏一定得了什么大病 杨白听了瞬间摊跺在了茶几上 救救他 别让他死 柱子从金寡妇嘴里得知老夏生病的消息 他立马跑到了医院 说起这个柱子也是个可怜的孩子 不过从小就喜欢小白 他对小白的感情 如同老夏对杨白一样 可他从小连话都说不立即 我刚听金音说你病了 然而就是这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他 竟然把小白取到了手 小白何尝不懂柱子的心思呢 在小白心里一直把他当作弟弟 说着就钻到床下拿盆去打热水 完事还细心地给老夏按摩 杨白也一直夸柱子是个好孩子 接下来的日子柱子更是卖力地照顾老夏 柱子的举动也把老夏感动得不行了 就连亲儿子都没这样伺候他 老夏一辈子都在照顾杨白 却从未关心过自己 柱子的让他第一次感受到被人照顾是什么滋味 这一刻老夏再也忍不住了 柱子 真是一个白力调力的善良的好孩子呀 这一切也都被小白看在了心里 可小白对柱子只是感激 但不代表这就是爱情 这天老夏突然掉了许多头发 这也是化疗的正常反应 接着又开始上土下血 小白健壮急忙去找老周询问 不料刚开门就看到母亲在这里 原本就对他们的关系敏感 这可把他的小豹脾气直接拉满了 他用仇恨的眼神看着母亲 你怎么在这儿啊 没去病房 跟你周叔叔谈件事情 接着就坐到了他们中间 上来就问老周都会给他父亲进行手术 现在身体越来越差 而且动不动就呕吐不止 我爸刚才又吐了 头发掉了一枕头 你爸又难受了 此时的小白对母亲的承见越来越深 一句说不对就会遭到女儿的攻击 老周也清楚小白对他有很深的误会 他还是耐心地劝说小白 老周表示你父亲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今靠手术已经不行了 想要挽救你的父亲只能患肝 什么 患肝 小白听了傻眼了 他也清楚现在的医疗水平 想要进行肝脏移植 这在国内还是首例 根本没有成功的几率几乎为零 此时小白又开始变得敏感起来 他认为是母亲跟老周策划的阴谋 想要借此机会除掉父亲 刚才我跟你周叔叔说了半天 想要救你爸的命只能患肝 是吗 你俩已经商量好了 决定了对吗 对 进行这种手术的壮举 你有几分把握 没有把握 但有希望 什么希望啊 这不等于把我爸整体实验了吗 说的难听一点 不就是把我爸给活体解剖了吗 你们也太狠了吧 你们这什么也不长大的模式 要说这小白除了会找茬以外 他什么都帮不了 一个人伤害了身边所有人 杨白跟老周在他面前如同罪人一样 默默忍受小白无止境的折磨 还说老周是想拿自己的父亲做实验 就这样再一次误会了母亲跟老周 继续反对 连我跟你做普通朋友都不可以 我为什么还总要会被别人去活着 你就这么当初没为你妈活着 不就是你妈一句话就把我抛弃了 老周跟小白提出给他父亲换肝 可小白听了死活不同意 因为目前只有换肝老夏还有存活的机会 可小白再次认为是老周要拿父亲做实验 你们这什么也不长大的模式 接着气冲冲地跑了出去 也从这开始小白跟大鹏的关系渐行渐远 之后小白从网上查了大量资料 也验证了要想挽救父亲 除了换肝没有别的选择 而杨白找到老周表示 愿意把自己的肝脏给了老夏 杨白觉得老夏这么多年 默默地为他付出了一切 打心里觉得欠老夏的太多 他对我那么好 我不能见死不救 老周听了坚决反对 因为老夏宁愿死也不会接受杨白的肝脏 就在这时小白也走了进来 小白 总是能在这碰见你 小白 你妈妈来是跟我伤了你爸爸 是指楼方案的事 周叔叔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我查过了 换肝确实是我爸唯一的生物 对不起 咱就说这小白变脸比翻书还快 上一秒误会老周要谋杀他父亲 现在又主动要求给父亲换肝 他是除了帮到忙什么也不是 小白表示自己要给父亲进行血液比对 假如我的不行还有弟弟 可杨白听了不同意 杨白说他跟弟弟还年轻 小白又说自己已经成人了 完全有自主的权利 更何况我要救的是自己的父亲 你妈妈今天来就是为了要做这个配型 他要给你爸爸捐肝 妈 配型成功了吗 还没做 我爸是绝对不会答应 他怎么能舍得我妈呢 可杨白扭不过小白 最终他们一家人全都做了血液对比 可让杨白没想到的是 大鹏也跟着做了血型化验 也因大鹏这个举动 让他跟小白的关系再次拉了回来 小白为了表示胆谢 刻意请大鹏吃饭 小白心里也清楚 大鹏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小白 转眼他们的花验结果出来了 结果他们没有一个能跟老夏匹配上的 老夏可是稀有的熊猫血 照着剧情发展下去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奇迹就会出现 老周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了监狱里的一个死刑犯 刚好他的血型跟老夏一样也是熊猫血 你们就说这巧不巧 一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仿佛抓住了生命稻草 而且很快就能安排手术 我们抢救了一个自杀未遂的一个死刑犯 恰巧他就是B型RH阴性血 他是为了对他过去所犯的罪行的一个救赎 死后把这个遗体就捐责给我们了 郭叔叔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孩子 又谢谢你 哎呀 行 子豪 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老周为了确保手术的成功率 他先是来到肉莲场 在猪的身上做了肝脏移植手术 没想到手术完成得相当成功 小白得知也来到了现场 怎么样 成功了吗 目前来看 我们做的机组实验无一失败 我得治到夏伯伯的病啊 原来有庆幸 这天小白来到寺庙祈祷 希望接下来的手术能顺利完成 没想到母亲竟然比自己提前了一步 小白主动上前把手伸向了母亲 杨白看了瞬间愣着了 十几年小白一直当作罪人一样看待 这也是他第一次跟女儿的关系得到了缓和 眼泪差点都流了出来 很快到了手术的日子 大鹏也早早来到手术室做好了准备 老周也出发去监狱接人进行手术 就在大家满怀希望的时候却出了意外 原来伴到犯人家属突然变卦 说什么也要留个全尸 就这样错过了这次机会 小白听了不信老周的话 接着他直接来到了监狱 然后利用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监狱长 犯人的家属也同意 可谁曾想今天一走 犯人家属又突然变卦了 说什么也不敢 非要留个全尸 周延长还不死心 还想说服犯人家属 结果 让人家骂了个祖宗 他再不说 还把脸给挠伤 此时小白也验证了老周病毒 专眼到了除夕夜 老夏不顾老周的反对 坚持回到家过年 昔日帅气的笑天犬 如今也开始脱毛变成了地中海 因为心疼杨白 他带病下厨为一家人做了棉夜饭 饭后准备休息室 杨白透过窗户看到了救护车在门口 原来是老周不放心老夏 怕他身体突发症状可以及时抢救 与其说老周守着老夏 不如说他是在默默守护着杨白 转眼到了杨白的第一场话剧演出 老夏看完杨白的首场演出 一时激动晕了过去 在他生命的最后 他把女儿许配给了柱子 老夏临终心里还是恨着老周 老夏在老周面前始终是个伪装者 他也知道女儿喜欢的是大鹏 就算死了也不想杨白接近老周 他宁愿自己死后让杨白守寡 也不愿他们有任何牵扯 老周为了老夏也是忙前忙后 老夏临死也没跟老周说声谢谢 窝囊了一辈子临死都没合上眼 而有头无脑的小白也遵循了父亲的遗愿 不顾母亲的反对也要嫁给柱子 我希望你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现在对柱子和大家说 你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否则 童童怎么样 你还想伤为耳光 别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行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拿幸福开玩笑 你不是你妈 但总不能因为你是我妈 这该是我的婚姻自由吧 杨白自然知道他爱的是大鹏 他不想女儿因为跟自己赌气而毁了自己的幸福 你跟柱子不合适吗 你们不会幸福 彼此都不会 你怎么知道不会幸福的 我就是不愿意重复我的生活 你懂不懂 你拿自己的幸福开玩笑 对柱子是不公平 你爱他吗 你是在说你跟我爸的婚姻吗 抓纠嫁人 当然不是真爱了 不过现在恭喜你啊 妈 你已经有权利重新选择你的真爱了 混蛋 就在杨白下楼时刚好碰到了柱子 杨白就想劝柱子 可表面老是憨厚的柱子 其实内心比谁都鸡贼 活脱脱是老夏的复制品 还说夏伯伯跟您过了一辈子真是幸福 杨白听了很是绝望 没想到柱子跟老夏一样自私 为了得到对方委屈求全卖力讨好 用尽一切去死死抓住对方 杨白面对女儿的叛逆 他也只能默默承受一切 眼看女儿即将重蹈覆辙走自己的路 他也无能为力 老周原以为老夏不在了 他可以大胆地追求杨白 可小白从中三番五次地阻止他们 老夏去世多年 小白跟老夏一样用道德绑架着母亲 他死活不愿母亲跟老周有任何的来往 在他心里老周跟母亲就是伤害父亲的罪魁祸首 老周无法忍受小白无止境的指责 他向杨白控诉起了小白 可老周经历的何尝不是杨白每天所承受的 只因当面的一个拥抱 从此他们在女儿面前成了永远的罪人 他爸爸现在不在 我可以追求我自己的幸福生活了吧 也不行 连我跟你做普通朋友都不可以 我为什么还总要会为别人去活着 谁不是为别人活着 你舅舅很当初没为你妈活着 不就是你妈一句话就把我抛弃了 你现在怎么就不能为孩子活着 你怎么变那么自私 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从此杨白把所有的爱给了女儿 想用自己的一生向女儿赎罪 然而老周也不再对杨白有任何幻想了 他要去西藏做支援 远离这个伤心之地 杨白得知也急忙跑来给他送行 想悄悄地走什么 不想打扰 杨白在这一刻再也无法掩饰内心的悲伤 他紧紧抓住老周的手泪如雨下 原来你只是一个国家 从我世界路过 我在你心里没有角落 何必给我沉默 原来你只是一个国家 他让我的生活 你给我留下相思折磨 临走给了杨白一封信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里面包含了他们一生的坎坷经历 明明相爱的两个人却不能在一起 大鹏见状急忙上前安慰 不料这一幕刚好被小白看到 看着母亲为了别人流泪 这也让他加深了对老周的误会 此时的他又要做死了 上来就通知母亲他要跟柱子登记结婚 小白不顾母亲跟大鹏的劝解 执意要嫁给柱子 杨白当场下跪请求女儿 不要拿自己的幸福赌气 那样对谁都是一种伤害 求求你别闹了 你有什么权利干胜的闺脸 让我去看心理医生 我看该看医生的是你 是你们 小白 可换来的却是女儿的无情跟冷漠 杨白一时激动晕了过去 而小白也跟柱子顺利地完成了登记 这一刻他并不是高兴 而是一脸的茫然 很快他拿着结婚证来到医院看望母亲 杨白看了伤心不已 但是已至此也只能祝福他们 这边的大鹏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 整个人都快疯掉了 眼看着喜欢的人嫁给了别人 小白跟柱子结婚以后 柱子也继承了老夏的舔狗作风 虽然不是老夏儿子 但对待小白像极了当年老夏对待杨白 可小白对柱子没有任何感情 而柱子明明知道小白不爱他 可他依然把小白当个祖宗一样供他 老周也得知小白嫁给了柱子 他不放心大鹏一事想不开 不料刚回来就看到了生病的儿子 接着就急忙背儿子上医院 在医院的路上 大鹏突然提出要跟父亲一起去西藏 想要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老周又何尝不理解儿子的心情呢 不得不说这对父子的命够苦 前后默默付出那么多 女友还是嫁给了别人 事后老周来找杨白 可到门口又不敢敲门 因为没能参加小白的婚礼 临走就想给小白送个红包 可找半天没地方放 接着就把红包塞进新乡 就在这时杨白突然回来了 一抬头看到了老周 杨白慢慢地走上前 老周也把他的心意交给了杨白 这个叫天珠 是在西藏是很吉祥 很灵验的一个圣物 他会保佑你平安 随后老周着急赶火车便离开了 杨白看着老周送他的礼物 瞬间陷入了回忆 突然小白从屋里跑了出来 小白的一句打断 杨白突然回过神来 他立马冲进屋里 紧接着来到了火车站 他挨着车窗呼喊老周 看到这我的眼泪都出来了 弄得我都捡不下去了 周自豪 周 周 快去西藏吧 好 你什么时候来 你上我的时候 我 分别使杨白送了老周一件毛衣 老周跟杨白约定在西藏等他 说好了 等你 杨白也答应了会去找他 可每一次都分离 对杨白来说都是刺骨的心痛 请不吝点赞 训 classmate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会天天想你 这天杨白要去外地演出 柱子这个田狗得知过来帮忙搬东西 别说这颗把柱子给累坏了 妈 这傻小子叫谁呢 叫谁妈呢 你们在这 他们让我帮着搬一下 结果忙完了同事问了杨白一句话 杨白这是你儿子 不是我儿子在读大学呢 柱子一听不高兴了 因为杨白在柱子身上看到很多老夏的影子 柱子费尽讨好丈母娘 结果落的里外不是人 这就是田狗的下场 可即便如此 柱子还是跟老夏一样厚着脸皮伺候着 妈 这汤还没熬的时候 不乖挺有营养的 来我给您吃长点 您多喝点 对身体有好处 小白 你也多喝点 我自己来吧柱子 对对身体好 妈谢谢你 就在这时杨白回头看了一下时间 她急忙起身去打开电视机 我以为她是要看我姐说的电视剧呢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她是想查看西藏那边的天气情况 心里还是惦记着老周这个大冤种 小白此时也懂了母亲的心事 眼神不免透露出对老周的恨意 这么多年过去 小白这个丫头片子还是不肯原谅母亲 到了夜里柱子想跟小白干点啥 结婚半年时间里 小白始终不愿接近柱子 因为她对柱子根本没有感情 可柱子这个匠种说什么也要来一针 也不知道是柱子的尺寸太大了 还是什么原因 小白竟然大半夜吓地跑了出去 柱子也急忙出门去追 可小白居然神不知鬼不觉地跑到了大鹏家里 你就说这件不见 结果敲门半天还没人 这边的柱子老婆没找到 突然一个回头发现了老左跟小米的事情 这下老婆也不找了 直接当起了私家侦探 她偷偷跟踪老左 到了胡同口 亲眼看到老左进了小米的宿舍 第二天柱子就把昨晚看到的事情告诉了金寡妇 金寡妇得知心如死灰 男人哪 这要是能够重活一回 那该多好啊 次日她找到女儿林子 林子如今已经结婚 而且还怀了孩子 在对女儿的一番嘱咐以后 她把自己多年的积蓄给了林子 女儿看到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如同在跟自己交代后事 可没想到金寡妇大半夜来到了小米宿舍 她用备用钥匙打开了房门 不料刚进屋就看到了她最不想看到的画面 此时的金寡妇彻底死心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她一心一意对待的男人竟然会背叛自己 金寡妇要强了一辈子 最终还是败在了男人手里 一时想不开的她 决定打开煤气跟她们同归于尽 睡梦中的老左被煤气枪醒了 他们赶紧打开房门透气 就在老左去厨房开窗时 发现了早已昏迷的金寡妇 此时道歉已经为时已晚 转眼来到了医院 而老左把金寡妇送了医院后 她临走给林子留了一封信 然后带着小情人私奔了 林子 你妈要是醒了 我求你替我和小米对她说声对不起吧 别怪我和小米走到了一起 我实在是太想有自己的孩子了 不得不说这部剧中 老左才是最大的赢家 不仅老牛吃嫩草 而且孩子也有了 这时林子突然问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他妈的 柱子主动承认是自己 不料被林子当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用你来多嘴 我跟浩子早就发现他们两个不对头 准备年底就让那么滚蛋 谁让你多管先生 你就不想害人了你 这时小白看到柱子受了委屈 于是就说是她让柱子说的 是我让柱子告诉金姨的 你要打要骂就冲我来吧 你爷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吗 你给你爸治病的时候 把人家大朋友傻的团团转 你爸一死就把人家一脚给踹了 你也不想想 人家大朋友家为你做了多少 什么东西 林子过了啊 也就从这天起 金寡妇彻底变成了植物人 好好的一个女人就这么给毁了 咱说当年金寡妇但凡有点勇气 狠狠心一咬牙一跺脚 强行让老周吃了她的海鲜 也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 杨白也退休了 人也苍老了许多 大鹏也被评为渤海十大杰出青年 如今事业有成 可惜还是一直单身 只因心里一直放不下小白 就像她的父亲一直放不下杨白 自从柱子跟小白结婚以来 十几年却不愿跟柱子有个孩子 而柱子想孩子都快想疯了 成天喝酒来麻醉自己 她也知道小白不爱她 也知道自己跟老夏一样窝囊 路边看到别人的孩子 就想上去摸两下 这 这是儿子吧 哎呦 太可爱了 你干嘛呢你 受生气 为此遭到不少人的嘲讽 别看柱子表面老实憨厚 有时喝多了 甚至会对小白拳打脚踢 这天小白下班回到家 柱子却在卧室把门反锁 柱子听到衣衫不整地 从里面出来 接着急忙去给小白做饭 没过一会小白发现了她的秘密 接着就冲出客厅 过来 看不出来 方国主 挺心疼的 这牌也不便宜吧 四季子咱俩钱买的 想不到你这么无聊 你不觉得恶心吗 我都瞎吐 可柱子表示自己这是正常需要 此时的柱子憋屈已久的怒火 彻底爆发了 要不是你逼得我都就买它了 我只想要一个正常男人的 正常需要我错了吗 你应该去 去看看心里的医生 看到柱子这样对待杨白实在是太解气了 原本窝囊老实的小趴菜 硬是被杨白逼成了梁山好汉 在这里我要为柱子点赞 希望大家看到这里能给柱子一点鼓励 这天小白回娘家吃饭 结果杨白发现了女儿脖子上有伤 柱子打的 怎么会呢 不死成这样了 不是柱子打的 没事妈 他怎么可能打我呢 没事 你看你要嫁给柱子吧当时 你一点都不听话我跟你讲 我都没舍得动过你 杨白看着受伤的女儿心里别提有多心疼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当初女儿那么对待她 可作为母亲除了心疼什么也做不了 毕竟当初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 夜里小白找母亲聊天 这天她也说出了多年憋在心里的话 这可真是当时赌气一时爽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 妈 你明白吗 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滋味啊 我就是不愿意看见她 一秒钟都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这么多年 我们一起生活过来 我一点都不喜欢她 小白走到这个地步 也是在杨白的预料之中 或许女人一生最大的委屈 那就是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吧 而此时的小白也后悔当初的决定 也尝试了跟不爱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滋味 这一刻她终于体会到了母亲这么多年心里的感受 接下来小白该何去 告诉你 你妈跟周子恒 还是一对你知道吗 啊 都是你在那儿借我的 你心里才有啊 柱子无法忍受名存是亡的婚姻 她也知道不管怎么努力 始终无法换来小白对她的爱 事后柱子也想明白了 与其这样互相折磨下去 不如放手各自寻找自己的真爱 小白也知道这么多年亏欠柱子 她表示自己近身出户 也算最后对柱子的青春赌偿吧 房子和车都留给你 我应该近身出户 近身出户的 应该是我 这也太亏你了 你再好好想想啊 我都想好了 两个人简单吃了炖丧火饭后 柱子送小白离开 临走柱子良心发现 她把老夏临终前的日记给了小白 因为这本日记记载了老夏当面的所有不光彩的事 如果柱子早点能把这本日记拿出来 那么小白也不会加深对母亲的误解 也正因当初柱子在医院照顾老夏时 她意外发现了老夏的日记 老夏为了能让柱子替她死守这个秘密 这才临死前把小白嫁给了柱子 就同当面她偷看女澡堂的事 也同样跪地请求老周替她保守一样 这一切也都为了不让杨白知道 可是老夏一个人的自私 临死还把小白推入了深渊 导致她跟母亲以及老周的误解不断升级 小白在回家路上打开了父亲的日记 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丧失男人的能力 只是面对他的时候 无脑为力 因为我知道他不爱我 他那么迷人 那么拙耳不群 这样的女人怎么会爱上我这种窝囊废 这下她才明白 原来父亲才是那个最自私的人 这一刻她终于理解了母亲多年的痛苦经历 这边的母亲刚要出门 刚好碰到了回家的女儿 是小白吗 妈 是 你哭了 妈 对不起 小白见到母亲的那一刻 她终于卸下了自己的伪装 此时小白认识到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错怪了母亲 这一刻她终于释怀了 她真诚地向母亲说了句对不起 而杨白只能紧紧抱着女儿 她等这天已经等得太久了 回家后 小白把父亲的日记烧掉了 既然事情都已过去 那么这些秘密就让她在火焰中消失吧 而这边的老周也苍老了许多 自从穿上杨白 为她织的毛衣 老周再没舍得脱下来 知道有了破洞都舍不得扔 你这件毛衣都穿了好长时间 都有个洞嘛 换一换吧 换了 我怕你换了 由于思念杨白 她特意不远千里赶了回来 特意为杨白买了新的唱机 白发苍苍变成了两个老顽童 可她们的爱依然藏在彼此的心中 毛衣都这么破了 还穿着 这个是神奇的毛衣 到西藏之后就更神奇了 一脱下就脱了 这次回来又是开会路过 专门回来 专门回来看看 看看你 那个看看看看有没有时间 咱们两个去看看看看秀娟 随后她们来到医院 一起看望了永久昏迷的金寡妇 我是杨白 我跟紫红来看你了 你听得见吗 啊 这 不料老周刚从医院出来 没跟杨白说几句 她就接到了西藏那边的电话 啊我知道了 我这里往回赶 接着杨白送老周到机场 离别之前二人还来了一个小浪漫 可杨白怎么也没想到 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从此阴阳相隔 几年以后的柱子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还捡了一个现成的儿子 这边的小白也原谅了母亲跟老周的往事 小白鼓励母亲去西藏找周叔叔 那时候女儿不懂事 现在我要帮你把幸福找回来 而杨白却说不着急 也正因她这句不着急 从此错过了唯一的机会 之后的小白也跟大鹏走在了一起 这天小白等大鹏回来吃饭 结果传来了老周出事的消息 原来老周在西藏下乡探病 半路遇到了雪崩 杨白得知老周出事的消息当场晕了过去 原本一切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最终还是错过了 转眼又过去了十几年 杨白每天坐在老周的坟头唱着贵妃醉酒 自始至终他们也没能在一起 而小白只因童年的记忆阻挡了母亲的幸福 女儿的一个错误决定 杨白却用了一声去